好 今天早上歡迎台灣 要來關心一下天氣狀況了 北台灣的民眾很有感 終於有秋天的感覺了 在昨天因為東北風增強了關係 因此在北部還有東半部地區下雨了 在沿海的風浪都是比較強勁 下雨的關係氣溫也會稍微下降 今天整個北部東半部地區 迎封面天氣還是不穩定的 透過雷達回撥圖可以看到 在今天你可以看到 現在還有一些運氣在台灣上頭 這讓項局持續來發布大雨特報 針對的是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的山區 宜蘭花林地區 在今天要留意這幾個地區 天氣都不理想 雨持續的下 雨下了有多少呢 透過雨量累積圖我們來看到 局部地區的雨其實滿明顯的 特別是迎封面 有沒有看到 在這個整個東北部地區 還有東半部地區 在今天到目前為止 累積雨量持續在下 雨是下的比較多 而在今天雨區的預測 您可以看到在北部地區 還有整個東北部地區 東半部地區迎封面 都是會下雨 特別在宜蘭這一帶要留意 可能會有比較大的雨勢出現 而至於在南部地區也會下雨 不過南台灣的雨主 是以午後雷震雨為主 所以下雨的時間點 是不太一樣的 那再來看到溫度的部分 因為雲多又下雨的關係 北部地區今天氣溫明顯的下降 你可以看到高溫33度 好 跟過去動輒36 7度 溫度來比起來 下降有3到4度 在這個早晚可能會覺得 稍微有點冷冷的感覺 而且有下雨的關係提醒大家 中南部地區溫度變化不太大 還是屬於高溫炎熱 如果你今天要到戶外來活動的話 中南部還是紫外線指數比較強 太陽落臉的天氣 但是午後有三八號 至於在東半部今天 也是會下雨的天氣 所以溫度來說也是稍微比較低一些 高溫在33度左右 再提醒北部東北部地區 今天持續發布大雨特曝 外島的澎湖金門馬祖天氣是穩定的 特別是澎湖地區 可以看到太陽落臉 溫度來說也還是比較高一些 到禮拜四 好 禮拜四在明天 東北季風就會稍微減弱 但是到了後天 週五開始又有東北季風來報導 所以未來這段時間 都是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很多人要賞月 來看到天氣狀況 氣象停看廳提供給大家了 在今天東北風增強了關係 所以應風面溫降有雨 如果說中秋節要賞月的話 在整個北部地區 還有東北部地區 東半部地區比較不那麼理想 北部地區的民眾可能碰碰運氣 那在宜蘭花蓮的話 因為下雨的關係 可能也不太適合 不過往南走的話 天氣倒是很不錯 有機會可以看到一個大大的 這個月亮明月勾掛在天上 在桃園以南地區有機會 好 到明天 東北風會稍微減弱 提醒大家今天出門 北台灣的民眾 東半部的民眾出門記得 帶把賽